怎么去了这么久 出了一点意外 你身上有血腥味 受伤了 当然不会 我怎会受伤 这血是别人的 那就好 话说我还没好好的跟你算算账 我不在的时日 你都招惹了什么人 你是指男人还是女人 好家伙 原来还有我不知道的存在 小白你偏一点 你修歪了啦 青龙你要加快速度 主人隐线给你的单样 你都吃到哪里去了 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 小黄鸡你也快点啦 主人受过了 一屋不散 黑扫天下 我虽然是只超圣兽 但是我跟着主人最早了 所以我必须监督你们 你们要是敢偷懒 我就告诉主人 神兽出马 速度很快 不过是一会儿功夫 方才还是一片狼藉的屋顶 已经被修气的整整齐齐 主人回来了 还有龙主人 主人主人 你快看 我们的屋顶都修气好了 嗯 不错 干得漂亮 回头都有赏赐 主人猴猴最喜欢你了 还好 现在那个根皮虫不在 龙主子满身的气场 游戏太恐怖了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主人 这个混蛋要抓我 龙蛋 别为难小姑娘 你方才说的根皮虫是谁 你 你 就是那个根皮虫 就是你 之前想变成男儿身 离你主人 离你主人远一点 记住 你主人是不尊的 龙四爵 你吓到他了 哦 是吗 本尊吓到你了吗 不要担心 尽管说出真话 没有 没有 没有吓到我 看到了吗 清晨 我怎么会吓到他 疼疼神龙之主 这么气负 一个小姑娘可还行 我真的不想告诉别人 这个越来越幼稚的家 是神龙之主 明明当年 神龙之主是那般的高楼莫测 让人完全无法逼近的 自己如今 转了几时之后 好像 找歪了 不许欺负小姑娘 主人 他没有欺负我 他人很好很温柔的 所以你不能自怪他哦 温柔 瞧把孩子给吓的 神志都不清了 我们是要离开天狱吗 是的 以后 估计不会再来了